恭喜兩位大爺 你們可以獲得和綿的初夜 你這個混蛋 我倆的學費來哄回手 老婆… 我幫你拿下眼睛, 老婆… 不要 你這個賤人, 留下我老公 你…你的手沒事吧? 你為甚麼要做他那麼好? 你呀, 別裝可憐 你呀, 你再裝我 我只是見多少, 說多少 你不偷錢就沒事了 向, 你要替我作主 如果被這個狐狸精入門的話 有個夢 看甚麼?回家看雞布蛋吧 各位老闆, 你們吵架出外面 我最做生意的… 走開 二嫂, 逼天做蛋 阿高也不敢煎花菜做 還有, 你不相信阿高也相信阿楠 如果阿高來喝花酒 怎會帶女兒來? 是呀, 這樣也是 真是知希莫讓妹, 我也是勞見不平 姑姑英明, 其實事情是這樣的 黃年他就家道中落… 生意又失敗, 債台又高足 爹又過世 娘病了, 但還沒死 也是那種的 但問題是如此, 昌爺 你忠目攜攜之下 用五百大洋頭做個花灰 不能夠賴掃 那這個女子你打算怎麼處置? 人要的, 退錢吧 她還欠我的五百大洋子 閉嘴 哥, 給個說法 老婆 退錢 不要退錢… 我真是不是胡理精 我不想龍脈風塵 我求你, 你收留我 做牛做馬做客人 我心甘命低, 我做什麼都行 我求你, 你收留我 我拿主意, 趕你爽快交錢 帶這個可憐人回去 謝謝 不過我和爺爺就因為人生路不熟 我們之後又家道中落了 不過幸好我們的巴州公他挺好人 之後我爺爺又生病了 不用擔心就走了 不用, 之後之後了, 明白了 一看這種身形就知道命犯桃花 是阿昌你輸買他回來的 說明, 那五百個大洋子 你們以防自己瘋了 別死了才會出公帳 我也沒說文鋪肚子拿 爸爸, 那錢是熱良給我去法國深掃的 你又讀書?你不就讀完回來? 人望高處嘛 我也是為以防爭氣而已 爸爸, 現在算是怎樣? 錢是以良賣地得回來的 你竟然為了這種…這種女孩 去犧牲我的前途 老婆, 對不起 別用這樣的面向對著我 我扔起了眉朗 都說當我借了, 在我的份量扣吧 扣?你們父女借借還借得少嗎? 總之舊債未清, 新債未曼 其實讀書求學問, 難得金家有人肯讀書 大帝, 你份課費姑姑給吧 謝謝姑姑 老實說, 這種東西以後跟誰? 我老也知道 錢是我們預防出的 那當然要歸我們預防 那五百個大洋本來是給我的 那小女孩歸我也很合理 以後叫我漂亮三小姐 漂亮三小姐 那就是傳聞中五百個大洋本來嗎? 我明白